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雄市新图书总馆进行启用典礼 吸引许多民众前来朝圣 市府花巧思将图书总馆绑上巨大蝴蝶结 邀民众来拆礼物 全国高中加市类学生记忆竞赛 聚集将近500名选手 学生将自己所学完全发挥 博得专业领域的肯定 2014鹿竹番茄节即将盛大登场 活动现场还祭出各种好康 还有精彩节目千万别错过 首先头条要带您看到 在万众引颈期盼之下 高雄市图书总馆正式开幕 举办测试营运当天 吸引许多民众前来朝圣 市府也花巧思将图书总馆 绑上巨大的蝴蝶结 邀请市民朋友一起拆下缎带 当成礼物送给自己 拉下巨大蝴蝶结象征礼物异象 高雄新图书总馆正式开馆 营运测试 对知识的投资 是高雄市永远的追求 所以我们很感谢 也感谢我们建筑师 这个也是很大胆 我们真的非常感谢 开馆第一天就吸引许多民众来朝圣 市长也说这个礼物是高雄 送给自己的城市礼物 我们期待高雄城市 经由喜欢阅读 不断地探索 不断地以新的知识 来跟世界接轨 刺激市民对阅读的渴望 高雄企图与阅读和国际接轨 图书量超级丰富 食谱外文书籍 小朋友爱的儿童画本 统统都有 新图书馆 矗立在亚洲新湾区 不仅飘书香 相信能为城市带来 思考新力量 港独新闻 许富天杨小涵 采访报导 101年底 动工的高雄市立图书总馆 终于启用 图书总馆坐落在 多功能经贸园区的核心位置 制动绿建筑文化地标彩 悬吊式 让整个建筑看起来更广阔 视觉也更明亮 而且得天独厚的环境 也可以将高雄港的美景 尽收眼底 等了1400多天 市民引颈期盼的图书总馆 正式落成启用 101年底动工的高雄市立图书总馆 就新建在多功能经贸园区的核心位置 民众可以透过云端不受限 随时传递资讯 阅读品质大提升 可能是比国际性的还要好吧 宽敞还蛮明亮的 其实阅读氛围都有出来 然后他们也很用心的摆设 其实这是高雄人的幸福 比一般的图书馆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那一张想法跟理念都完全不一样 仔细看图书总馆 踩悬吊式建筑 将建筑内的柱子变瘦变不见 这一栋绿建筑文化地标 最大特色除了悬吊式建筑外 还有景观 穿透性最高 全国最大悬吊景观中庭等等 都让建筑更广阔 视觉更明亮 个人将高雄港的美景尽收眼底 这种非常独特陷吊式的建筑 真的让我们高雄这个城市 翻转转型 我们要努力追求我们永续发展 图书总馆花费新台币15亿元 各界捐款将文化注入更强力量 就是要让高雄市漂书香 成为城市永续发展新动力 港独新闻许富天涯小韩 采访报导 高雄展览馆和新市图书总馆的完工启用 让前镇区正在翻转 也让亚洲新湾区的美丽港湾目标距离更近 想要贴近来看这美好的景色 建议您不妨来一趟脚踏车低碳乐活之旅 我们今天将带您从前镇之星出发 从这一座自行车桥当中细细体会 正在蜕变当中的美丽城市 白色的流线造型 有如在市中心展开的一种植物 向外延伸的三条车道巧妙串联 为地毯乐活绿色休闲 构筑成最友善的环境 这里是前镇之星自行车桥 曾经荣获多项建筑设计讲书容 光是外形就充满童话故事的想象空间 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像是一个捷克的碗豆这样子 好像有一棵 种子种在这边然后冒出了一棵生命的树 所以整个曲线包含我们的顶棚 包含我们柱子的造型都有点点像植物的造型一样的 所以好像它就在这个故事里面长出了一棵很有趣的树 翻转工业重镇印象打造亚洲星湾区 在这里可以远望这座城市最美的晨曦和夜景 缓坡道的设计也为所有的使用人 打造最友善的骑乘和行走环境 我们整个坡道的设计上是尽量的让它的平缓 所以让自行车跟包括一般的人 甚至是比较年长的朋友 都可以比较轻松的可以上桥 它外面的这个木头的隔站 稍微把外面的那些吵杂的车辆的事情把它稍微挡住 然后它有一个比较稍微安静一点的空间 所以好好地坐下来 三层楼高的自行车桥也贴心地以多层次栏杆设计 缓冲由高处往下看的压迫感之外 更多了安全感 如果累了也可以坐下来歇息 这个扶手其实比较是针对无障碍 就是比较是针对坐轮椅的朋友 或者是比较老年的朋友 或者是小朋友 他们有这个扶手可以让他们做一个参扶的动作 那这个扶手其实就已经达到了 大概一个第一个阶段的安全的防护 但是第二个阶段安全的防护呢 我们把它往外坐 让这人在走在这里的时候 不会有太大的压迫感 高雄市已打造自行车友善城市文明国际 并且获得美国CNN入选为亚洲五大市和骑程单车城市 前镇之心以优美的姿态欢迎所有亲近他的人们 也期待您能前往细细品味 港多新闻软运轩黄莱君采访报道 今年度全国高中学校家事类学生技艺竞赛呢 在三名家商展开总共一连三天的考试评比 聚集了全国97所高中438名选手 将自己所学完全发挥为博得专业领域的殊荣肯定 本奖典礼上呢 教育局也表示 透过这些竞赛能够更进一步提升 技职教育学生的竞争力 不论是美颜美法或是服装手工艺 技职专业领域人才辈出 今年度全国高中学校家事类学生技艺竞赛 将全国总共97所高中的438名选手 聚集在三名家商 经过了两天学术科紧凑的测验和比赛之后 在公布竞赛成绩的最后一天 特别举办盛大隆重的颁奖典礼 经过这个技艺竞赛 得奖的包括得金手奖 那么他们在推增大学的时候 跟保送大学的时候 有非常大的加分 那这个技艺竞赛也落实现在的 学与致用 那也落实我们现在技艺的一个改造 所以各校都非常重视 颁发奖项分别为团体组 以及个人组金手奖 教育局表示 技职教育的发展可以培训更多优秀人才 提升学生的创造能力 而透过竞赛的切磋交流 也能给予学生一个更多元的学习舞台 鼓励他们发挥成才 教育局来讲是在高职的部分 我们要落实这部分的一些学习 尤其他们的技能 一定要跟我们目前的产业界的一些需求搭配 所以我们学校的设备 老师的课程 这个技艺的练习 我们都全力支持 此外在颁奖典礼的舞台上 学生们也带来陶笛搭配吉他的歌曲演唱 以及动感有趣的编排舞蹈 从一连串的活动表演当中 可以看见青年学子勇于表现自我发挥创意的精神 也让来访的全国高中师生 更能享受竞赛过程 港独新闻旅综艺张浩欣采访报道 全国高中棒球联赛进入16强 接下来每一队都为了角逐八强资格 蓄势待发 而新成军两年的浦门中学棒球队 则以黑马之姿 以11比3大胜新大富农 挤进前八强 实力相当坚强 二局上半 浦门中学防守让新大富农无法进攻 一上场就给对方一记漂亮双杀 有出来 有出来 好吗 OK 如果能够顺利拿下的话 我们就能够进入前八 等于是我们既定设定的目标 成立两年就有好成绩 看好孩子们的潜力 服装给了超强后盾 让他们可以专心打球 选手的精神态度 我们都是相当重视 我们正常的话是早上上课 那下午一点开始练 练到差不多五点多 晚上有时候会再做重量训练 全国高中棒球赛 进入八强争夺赛 实力看好的浦门中学 今天队上新大富农 不管是防守还是主攻 每个力道都看出 普中练习的超级扎实 最后以11比3大胜 也顺利坐稳 八强宝座 港东新闻曲夫天佳小涵 参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騎車戴安全帽 有效降低事故傷害 騎車因兩段式左轉 防止車禍事故發生 生命乘可貴 騎車聚當低頭足 生命無法凍結 安全才是最美 哇 畫得實在太真的 拔刀 超大的 有沒有 想體驗高雄的民俗文化嗎 想了解高雄最在地的生活嗎 好重喔 跟著鏡頭 我們將帶您一起探索高雄 好 週一到週五晚間六點半 盡情鎖定高雄市公用頻道 ZH3 全新的高雄38條通等你喔 人家說台南人跟雲仔 漫行都看一看 其實是五歲 台南人對時間相當求 肉鎖就要慢慢熬 要如果擦鮮魚就要筋肥才好吃 台南的公車也一樣 車幫路線我們會慢慢加 我們如果方便遵時刻骨好 現在就要讓大家看得到 台南的公車有很多山 客人好出頭 鄉親好生活 現在沒有人說你和市場很感人 謝謝潘伯萱老師 謝謝謝謝貝羅老師 謝謝蘇波老師 謝謝我 謝謝謝謝潘伯萱老師 如果沒有詹勳禮老師 我不知道我還會不會是蕭敬騰 每個孩子都該擁有機會 和我一樣遇見一位 翻轉一生的好老師 在台灣還有超過18萬名學童 因繳不出學雜費而無法安心上學 請和我一起幫助他們繼續學習 遇見不同的未來 歡迎回到港獨新聞 最近登革熱疫情大爆發 為了有效的遏止 市府特別召開登革熱防治 因應會議 檢討目前防疫作為 並將在本週日 也就是11月16號 展開全市環境大掃蕩 特別針對疫情嚴重的 三明 鳳山 前鎮 左營和林雅等五個行政區 呼籲民眾配合檢查 並清除家中積水容器 來有效防止病美文滋生 入秋之後的天氣忽冷忽熱 造成登革熱一發不可收拾的疫情 日前衛生局出新招 飲海水面紋 成效有待觀察 對於該採取何種方式 防止疫情繼續擴散 衛生局強調 接下來室內積水容器 將是重點死角 可以說是室外兩成 室內八成 為了有效遏止疫情持續擴散 市府將在本週日 也就是11月16日 定為環境大掃蕩日 特別呼籲三明 鳳山 前鎮 左營 林雅等疫情 比較嚴重的熱區 因為當地人口多 大樓多 一旦有病霉蚊子聲援 就會威脅到民眾的健康安全 提醒市民朋友特別注意 清除積水容器 避免養蚊子 才是防止登革熱最有效的 不二法門 港督新聞 不但有好玩的趣味競賽 和可愛的小朋友帶來一連串精彩表演 活動現場還祭出各種好康優惠 市民朋友可千萬別錯過了 想知道鹿竹有哪些好吃好玩的地點嗎 有鹿竹區公所主辦的 2014鹿竹番茄節即將開跑囉 值得一提的是 在活動正式登場之前 先帶領大家到農村體驗一日遊 感受時下最流行的田園樂 一日遊的活動可以帶給 遊客不一樣的一個體驗 鹿竹不是只有番茄 它還有工業 還有宗教文化 還有很多設造點 那這些遊城都是我們精心規劃的 希望可以帶給 遊客不一樣的一個感受 今年邁入第12年的鹿竹番茄節 這次活動不同於以往 推出更多好玩好吃的體驗內容 提供民眾享受露燭的人文風景 以及風土民情 那今年一日遊的部分 我們會帶遊客帶高雄科學園區 去做導覽 那邊目前的重點產業是生技醫療 就我知道他們園區裡面的廠商 已經有開發出來360度的 口腔的X光照射機 那以後就是我們去看牙齒 不需要再張著嘴巴到X光四去照 2014鹿竹番茄節 即將在12月6號7號 在鹿竹體育園區盛大登場 一連兩天的活動 不但有好玩的趣味競賽 還有可愛的小朋友 帶來一連串精彩表演 更有明星現場演唱 請市民朋友千萬不要錯過囉 港督新聞 小紅看維亞婷採訪報導 同樣帶您看到的是 即將到來的鹿竹番茄街 今年正式登場前的重頭戲 特別將農村體驗活動擴大舉行 推出11月份假日與平日的一日遊行程 這項難得有趣的體驗 也吸引了不少民眾報名參加 遠離都市城銷 來到鹿竹探訪古厝 還可以在牧場割牧草 擠羊奶毫無愜意 這次的鹿竹番茄節擴大舉行 在11月份特別推出 假日與平日一日遊行程 帶領民眾造訪農村 體驗農家生活 許多第一次體驗的民眾 都感到相當好奇 此外有些高雄在地的朋友 也表示有這樣的機會 來到農村體驗田園樂 真的非常的難得 因為我是高雄人 可是我從來沒有來過鹿竹 所以我想說 趁這個機會就好好的來認識一下 我印象是比較 就好像鄉村的地方這樣子 我覺得是還不錯 因為在城市這樣生活 偶爾來這個地方 我覺得是還滿心情還不錯 我一看報紙我說 哎呀這個農村體驗是我 我最喜歡的東西 因為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歡種菜啊 跟我現在有番茄 我現在也自己種番茄 也是在開始在產生 所以我就很想知道說 有這個別人是怎麼樣種啊 而且就是這種農村的體驗 其實就是開心吧 然後能夠了解一下他們 真正的農夫到底是怎麼樣去種菜的 這幾次報名的結果 目前幾乎都已經額滿了 我們希望說引進的是外地的遊客 那外地的遊客 他們重視的是值不重視量 那這個也是我們一直跟我們的農民 希望表達的 我們希望說量是已經是過去了 那你只要把值的部分做一個提升 價錢的部分不會是外地遊客考量的一個重點 番茄紅了來到陸竹的遊客笑了 陸竹地區的人文和大自然做了最完整的結合 藉由番茄捷一系列的活動 將陸竹在地的產業串聯起來 不但推廣在地觀光 也讓遊客在一整天的行程裡收穫滿滿 港多新聞蕭鴻看吳雅婷採訪報導 最近大高雄有哪些精彩的藝文活動 帶您看到港都生活訊息 分鳴起來 沒有 で do activating nations 你們看到港都生活訊息 翲然盛西坡 偶然做 woven 寶貝 我們已經可以感受到冬天的涼液了 透過高雄都會氣象台 我們一起來關心明天的天氣狀況 高雄台南屏東地區多雲氣溫是20-28度 南投台中江化雲林嘉義地區多雲氣溫是19-28度 台北基隆陶竹苗地區英時多雲短暫與氣溫是17-23度 宜蘭花蓮台東澎湖金門馬祖地區 多雲短暫與氣溫是16-25度 以上就是今天的港度新聞 我是張浩欣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剛才他會有開動的 理由 於是 本來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这也有人说你和市场很感谢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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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李嘉投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国家 在世界上只有少数的国家 有这种样子的全民保险 许多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 像是有干净的水盒 有衣服可以穿 在许多贫穷的国家 这些都是遥不可及的 更别说医疗照顾 请珍惜台湾健保 健保有理真好 陆竹 我带你去奇长老街走走 你又忘记西安全带了 是 去吃好吃的鸡蛋饼 怎么走这么慢 这样不行 骑机车应该要心理让行人 这是礼貌 也是必须遵守的交通秩序 我知道了 骑车戴安全帽 有效降低事故伤害 骑车因两段式左转 帮助车祸事故发生 生命尘可贵 骑车巨当低头族 生命无法冻结 安全才是最美 哇 新家哦 妈 上车吧 记得她洗了的时候 常常让我烦恼 所以我一定把她沾沾沾 希望让她最好的保护 她说现在她大胆了 我让她让我最好的保护 妈 现在后座要系安全带哦 我知道 她最关心的是我的安全 紧控幸福的依赖 乘车请系安全带 人家说台南人跟油仔 万行都看一看 其实是五回 台南人对时间相当求 肉厂就要慢慢熬 如果擦鲜鱼 就要筋肥才好吃 台南的公车也同样 车帮路线 我们会慢慢熬 我们如果方便尊时可不够好 现在就要让大家看得到 台南的公车有很多参 客人好馳头 乡亲好生活 这没有人说你和市场很感谢 我们下期再见 两个月 他们把其实带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